众所周知 德云社六队可以说是伙食最好的队伍 也是德云社胖子最多的队伍 作为队长的张赫伦也是经常带着队员们一起聚餐 近日德云社六队也迎来了又一次的聚餐 张赫伦在社交平台上也晒出了聚餐照 照片中不仅有六队的演员 颜赫祥 杨九郎也参与到了其中 据悉 当晚颜赫祥 杨九郎空降到了德云六队 跟张赫伦 张九南一起为观众带来了群口相声文武训徒 不得不说还是轮歌会来事 没事邀请一些寡妇失业的当红演员来六队客串 不仅能够给台下观众带来惊喜 还可以给网友带来不少的话题 特别是演出之后的聚餐 更是彰显出了德云六队的团结和热情好客 在之前德云七队经常被称作神仙队 而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七队的每一位演员都备受观众喜爱 而现在更多的观众更愿意把神仙队的名号安排在了德云六队身上 因为张赫伦 张九南等六队演员经常给观众带来惊喜 这也让更多的观众开始觉得有张赫伦 张九南的德云六队欢乐也是挺多的 当然也有信心的网友发现六队聚餐 作为队长夫人的郎赫颜没有参与聚会 而在稍晚一些时候 郎赫颜晒出了自己做饭的照片 并配上了这样一个文案 对于一位美食达人来说 一个砂锅已经施展不开了 看到郎赫颜如此 有网友来了一句 队长夫人辛苦了 这队长请客 夫人还要亲自下厨 真是张赫伦的好搭档 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一句 郎赫颜下厨估计是为了防止酒后的高九成驯化 要知道 有次德云六队聚会 高九成成了高天霸 在酒桌上把队长张赫伦和队长夫人郎赫颜驯得像孙子一样 这一次师兄弟们也开启了劝酒模式 当然不是劝他喝 而是让他少喝点 队长张赫伦估计上次被高九成驯化的阴影还在 要不也不会这么直接 对于师兄弟们的劝酒 高九成也是一个都没有放过 一一回怼了回去 高九成张九南不愧是亲搭档 一个在台上怼观众 一个喝完酒后怼师兄弟 而作为队长夫人的郎赫颜 虽然没有在现场 但高九成看到郎赫颜晒做饭的照片 估计已经喝开心的高九成 直接来了一句 我是你成哥 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纷纷喊话高九成 我们已经截图保存了 等着你明天酒醒了 主动找郎哥承认错误吧 但没有想到高九成第二天 直接就来了一个不承认 发文称 我喝醉的时候 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请找喝醉的我 不要找清醒的我 因为清醒的我不在场 看到高九成如此 网友也是晒出了高九成 怼师兄弟的截图 和上次喝酒训张赫伦 郎赫颜的视频 一时间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当然从这也可以看出 高九成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也渐渐的被大家喜爱 当然有网友表示 期望高九成不要喝酒误事 毕竟您的搭档张九南 正在事业的上升期 希望你们两位 好好的能够携手走得更远 毕竟未来无限宽广 欢迎讨厌